淡水区公所今年6月 将原本都放在淡海活动中心的青花蝶舞钢琴 搬到了公所的大厅 而每个星期一到五的中午时段 都会由钢琴老师来现场 弹奏近一个小时的美妙音乐 让恰功民众体验悠扬古老的钢琴舌 在今年6月淡水区公所 在淡水市民联合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而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 每天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中午时段 都会有钢琴老师来到现场 弹奏将近一个小时的美丽音乐 区长表示希望秉曲者提供 幽局的卫民服务精神 来让前来恰功的民众体验 这一场悠扬的古老钢琴声 我们希望做钢琴能够放在最适当的地方 让民众不只欣赏 而且可以听到它美妙的这个琴音 所以我们从7月开始 我们就邀请老师在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之间 来演奏很好听的世界民曲 还有台湾的民谣 让民众来这边恰功的时候 能够一个让心情能够放松 能够更愉快 那目前所获得的反应非常好 那在中午的时候 常常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民众 在旁边静静坐着欣赏这个钢琴演奏 曲张表示钢琴是过去由一星钢琴公司所赠送给区公所 而原本都放在淡海市民活动中心 这一次更搬到了公所大厅配合演奏也相当吸睛 而另外青花舞蝶钢琴将常设于公所一楼大厅也会定时安排于午休时段演出 就连大楼员工都说 每天刚好在中午休息时刻都能够听到美妙的钢琴音乐声 让他们可以舒缓一整天的工作疲劳 很舒服啊 那我可以对心情有四方往好的方向的带动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表演很不错啊 对 对中有这个时间 其实其他时段也可以啦 因为听到这个蛮优美的音乐 就整个会有愉快的感觉 很感谢我们区长刚好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在暑假能够在这边演出 然后美妙她非常的珍惜 她也很高兴 对然后我们就是有很多亲朋好友也会过来鼓励她 然后让她多一点演出的经验 区长表示在公所大厅除了有钢琴演出 一旁还有艺术家王秀琪老师的同雕作品 以及层层波立体画作艺术装置 搭配上钢琴音乐 让公所一楼充满了艺术气氛 而另外淡水具有非常深厚的艺术文化 每天中午演奏的曲目大多都是 快智人心的经典名曲以及台湾民谣 就是要给民众满满的好音乐 记者许端一带出赛访报道